天心来解说刘霸和王教练的比赛 这是刘霸的高官时刻 是不是高官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正手还是挺有效果的 你知道王教练肯定不会用出全力的 大家都能看出来刘八的风格是比较凶悍 打的也比较血液 一个擦边 王教练的风格是萧球打法 所以本身防守的功底就很强 节奏控制的很稳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用出萧球的实力 基本都在擦台防守 吃了两个踏球 这是王教练第一板萧球 这个球处理有点过于凶了 不如先抱手上台 再次寻找机会 其实也没办法 如果刘八不这么凶的话 很难看到有胜的机会 好不错 这种连续进行动 王教练受到场地限制 可能做的基本也就这么多了 还是进入吃法球的环境 把这把拉得不错 别看最后王教练这时候失误了 能看得出来 他防守防刚学的节奏很稳 想用一个节奏变化 进台的一个防守 没有成功 进入推台 气势上能看得出来 刘八在这边是站在优势的 但实际上光吃他球 其实就有很多 就已经丢了很多分了 局面上虽然看见 刘八一直进攻 但实际比分上 都是在王教练的控制之内 因为简单的吃法球 就已经可以牢牢的控制住比分 不需要做出太多的变化 这个角落角度不错 placement很棒 达到了王教练的空障 刘八的发球回合 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打得出来的 打出这进攻的手段 就进入七八球的环节 其实没有很多回合 比分的效果就是很明显 刘八这个直半横打的翻球这点很凶 又进入六八的环节 还能够打出一些漂亮的进攻 可惜了 如果这个时候坚持用直半横打或者挣手 还能够打出人还有这机会 我看这时候王教练应该不会让他那么简单的进攻多分了 发球也不会是很复杂的发球了 这时候忽然混成简单的发球了 看来要不开始打回合了 好 一个花活 接上一个弧旋球 看吧 如果刘八进入被动的节奏的话 那就更能有机会了 你看 现在不那么容易 让刘八进攻 接下 他就更难找到机会了 再加上十八球 好 这个腾打真的挺漂亮的 腾打能把力量发到这份上已经不太容易了 漂亮 感觉王教练也有些松懈 给了一些进攻机会 这样王教练稍微带着点进攻节奏 刘八没那么简单的能打出进攻的时候 那又是进攻了 好 这是王教练的节奏 可惜一个失误 刘八这边放短 吸管其实还是挺聪明的 刘八也开始不那么凶的打法 但如果不用那么凶的打法的控制的话 会更大的劣势 一个比较滑活的发球 用这个带滑活的发球 是用正手的板面发过去的 刘八完全没有准备 看我偷袭正手好漂亮 哎 这个小三角的落点红着的刚刚好 刚刚是刘八接不到的位置 走 他就进攻了 下了个陷阱 这个球不能那么简单的打 但旋转 感觉要紧定 好 进入刘八的回合 可惜了 打得太急了 把节奏放慢一点 他进攻了 对吧 对吧就是太粗糙了 他简单 他落点不错 刘八这个给对方正手位的落点 打的角度很开 漂亮 第二板被衔接上有点可惜 第一板已经很漂亮 这板削得好 一个比较松散的进攻 第一板刘八的正手拍的不错 因为是带转转的 居然砸下来了 要滑活了 哎 好 居然有准备 这这个拐弯有预判 这个不错 这个吃把球哈 好漂亮 漂亮 我怕这个纸板猛打 真的效果不错 一个好多的接把球 好漂亮 接得很粉很准 好 比赛结束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